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第268期的视频 强烈建议您去看一下 对您理解SPAC整个底层投资逻辑和建仓体系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是周末 多出两期SPAC股票的节目 主要是让大家有时间自己查找资料 多做思考 不要盲目跟风 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 投机股就是投机股 目前市场的偏好是追逐高投机性的股票 但价值投资是王道 请大家谨慎参与 即使要参与 也请大家先做好资金的合理配比 收购前后 SPAC还是会受到市场涨跌的风险 所以买点很重要 毕竟谁也不知道 这股风还能吹多久 好了 本期视频会多给大家一些干货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上周五观众提问中的BFT BFT是一家由资深投资人比尔福利支持的空投支票收购公司 比尔福利之前有过成功的并购时 最新进展时 BFT12月7日已同意与PaySafe公司合并 对该支付平台的估值约为90亿美元 包括债务 合并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 PaySafe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企业与客户的综合支付平台 与BFT合并后 PaySafe将从BFT获得1.5亿美元的现金 此外 还包括来自不同私人投资者的20亿美元资金 新公司将更名为PaySafe 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股票代码为PSFE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购物 并以数字方式进行更多的支付 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收购目的的吸引力有所增加 2017年 PaySafe曾经被黑市和CVS私有化 当时的价格为40亿 PaySafe的交易规模其实不小 目前 PaySafe占据了全球在线赌博市场75%的份额 不过也有投资者指出 目前PaySafe每年还在亏损 他们一直在用钱收购那些从来没有规模的欧洲支付公司 实现盈利还比较困难 PaySafe的护城河不升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这次炒作的程度比较高 只是一个大机构的资金流动事件 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长型公司 不过大家请注意 这类未上市公司的信息在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由公司自己填购 所以负面消息相当少 个人认为 目前的股价只有14美金 离开10美金的安全编辑不远 同时 有着PayPal和SQ作为标杆 上市后的估值不会太低 就股价而言 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下面我们来看PIC 这家特殊墓地收购公司背后的老板 是全国曲棍球联合会最大股东 公司定于12月21日 就其与XL Fleet的合并进行股东投票 通过基本没有问题 合并后的公司称为XL Fleet 交易完成后 合并后公司预计将收到约3.5亿美元现金 其中包括现有投资人和新投资人的1.5亿美金 合并期间 大概率会有一波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XL Fleet这家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商用卡车电气化的创业公司 与竞争对手Lostone不同 该公司并不生产自己的车辆 只是为客户提供有关其电动化车队 如何帮助减少环境影响的风险 即如何寻求减少碳排放 公司还致力于将商用和试证内燃机车队 转变为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已经得到了有意义的新订单 最近公司还创建了一个名为XL Grid的新部门 以解决其200多家客户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 公司不是一家讲故事的企业 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业绩 实现了创纪录的季度收入 并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 最后我们来看股价 16.19美金的股价 从Spark的平均收益来说已经是可以了 可是考虑到目前市场对电动汽车的偏好 会继续持有 会拿到合并之前 具体操作要看到时候的股价和打盘变化 如果你已经持有 请特别注意12月21日这个日子 接下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一支即将完成合并的Spark 合并日期就在下周 SAMA 合并对象是一家名为Claver Leaves的大麻公司 Claver Leaves是一家跨国大麻公司 公司在加拿大 哥伦比亚 德国 葡萄牙和美国 开展运营和投资 特别是其中包括 德国两家医疗大麻风销公司 公司拥有约500名员工 迄今已筹集了约120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包括来自领先机构投资者的大量债务和股权投资 SAMA的股东特别会议 将于12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点举行 如果业务合并获得股东批准 SAMA和Claver Leaves 预计将在2020年12月18日或前后完成业务合并 新公司的交易代码为CLVR 虽然目前的股价只有13.74美金 但大麻股的走势向来非常诡异 上涨和下跌受到资金 情绪和政策面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这一点 可以去参考第255期的视频 如果想要参与 必须做好止损保护 下面我们来看PSTH 这是观众问的比较多的一只SPAC 先说结论 看好 在资金面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开始建仓 这是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对投资者最友好的SPAC 我们来看具体的理由 第一点 由顶级团队打造 背后的主事人是比尔阿克曼 阿克曼本身就是金字招牌 阴谋家 媒体宠儿 优秀的投资者 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评估交易框架 其本人在SPAC历史上曾经留下过辉煌的战绩 大家熟知的Burger King的合并案 就是这位老兄的杰作 现在PSTH还有花旗 瑞银和Jeffries等顶级承销商的助政 第二个看好的理由是资金雄厚 历史统计 PSTH筹集了美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40亿美元 另外 比尔阿克曼也从自己的对冲基金中承诺再提供3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 平均而言 SPAC的平均筹集资金是3亿美元 通过这个比较 你可以看出PSTH比其他SPAC大一个数量紧 所以它的并购目标是成熟的独角兽企业 第三点 大家如果记得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说过 一般SPAC背后管理团队的出资才区区几万美金 而在交易完成后 他们通常会获得15%至20%的股份 这是他们的报酬 但是这一次 阿克曼取消了这种薪酬结构 同时 支付了6500万美元的认股权证 这些认股权证最终可用于收购约6%的流通股 而且要等到合并完成后三年才能行使 不仅如此 团队运作期间不收取任何报酬 是不收管理费的股东友好型结构 显然PSTH不是来割韭菜的 目前对于PSTH收购标的的猜测非常多 前几天 Stripe的传言被否决 彭博社的公司发言人也否认了自己是标的 不过还有Coinbase Robinhood Squarespace Reddit 甚至是SpaceX 这些炙手可热的标的都给投资者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过我个人认为 除了科技领域 食品领域也有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何猜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股价方面 PSTH目前是25.66美元 还没有任何的并购消息 离开安全编辑较远 这显然是留下了较多的下行空间 但我认为这个独特的Spec是个例外 以目前价格 建一个观察仓无伤大雅 可以等到股价随大盘回调 才加大仓位 股价在24附近有支撑 那么 如果你认为PSTH太贵 而想找一支同样有顶级团队打造的Spec 除了上期第268期视频中所提到的IPOF之外 目前市场上现在还有一支 那就是由Tortus Capital操盘的SNPR 这是由Tortus这个团队近期打造的第二支Spec 第一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HYLN 虽然现在HYLN股价打跌 但之前的操盘令人印象深刻 有着近期成功的经验 再加上Tortus Capital对新能源行业的专业能力 他们在能源领域已经耕耘了近十年了 不仅仅是追逐趋势 总的来说 成功的领导团队加上处于风口的投资领域 让我对这支新的SNPR比较乐观 股价方面 以目前11美元的交易价格 与10美元的赎回价相差无几 因此提供了不错的下行保护 使SNPR成为我的目前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支没有任何合并消息前的布局 三支股票总结的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大家这里要注意 这三支股票都属于底部潜伏 上涨需要极大的耐心 如果你要建仓 也要考量一下自己的资金持有成本 最后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去了解各种SPAC的股票太过于麻烦 也有其他选择 专注于为颠覆性创新提供被动风险畅口的发行商 Defiance ETF 推出了一支针对SPAC的ETF 股票代码为SPAK 费用率为0.45% 但我个人感觉 这个ETF的总体走势偏弱 最后 如果资金不充裕 大家一定要注意购买的时间点和优先级 不要想着吃全鱼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并不适合长期投资 短线资金的抽离速度会非常快 我在表格中给出的日期非常重要 现在最大的盲盒市场就是SPAC 切记 四面撒网 重点捕鱼 一起来找故事 视频中的内容都是平时一点一滴的收获和总结 希望给到大家帮助 好了 本期更新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要收到我最新视频的更新通知 可以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如您有点滴收获 随手点个赞呗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